在研制R7火箭项目时 克罗廖夫有一条直通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电话线 就在R7火箭发射前 克罗廖夫在电话里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让人心动的国防计划 他说火箭更重要的作用是发射卫星进入地球轨道 并由速度和地心引力定位 这样苏联的人造卫星就能绕地球飞行了 克罗廖夫告诉赫鲁晓夫 通过这样的人造卫星就能拍下所有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特别是美国不想让苏联人知道的一切秘密 1955年8月29日 具体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的苏联领导人 惊讶地听到了这些像天方夜谭似的未来太空构想 克罗廖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发射登上月亮的探测器和载人的太空飞船等蓝图 克罗廖夫后来回忆说 当他给我们看他的第一尾火箭时 我们觉得他简直像一根巨型的雪茄烟状的管子 我们不相信他会飞 尽管赫鲁晓夫很兴奋 还是搁置了人造卫星计划 他还不需要用间谍卫星来刺探美国的情况 他需要发展长距离火箭R-7 来震慑他在冷战期间的假想敌 R-7火箭重280吨 离地升空后的推力将达到403吨 这枚巨大的火箭能为苏联军方装载核弹头 与此同时 美国又在干什么呢 赫鲁晓夫并不知道 就在同一个月里 美国首次试飞了U-2型侦察机 它是美国空军和CIA 用来侦察敌后方战略目标的高空侦察机 由于飞行高度要在2万米以上 飞行员都必须穿上宇航服 U-2型飞机是冷战时期 美国最重要信息来源方式之一 而在此后的几年里 U-2型飞机不停地骚扰苏联的领空 折磨着赫鲁晓夫的神经 在美国 冯布劳恩还在以曲线救国的策略 实现他的梦想 他告诉美国人 在太空看美国将是怎样一番景象 他还向美国人揭示了他想象中的未来 并使得这种未来的场景 在之后成等高昂制作精致的电影里 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迪斯尼的细月电影短片《未来世界》 成为整套迪斯尼世界里最受欢迎的具体之一 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这套节目 成功地吸引了4000万观众欣赏 布劳恩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